这只曾经席卷世界影史的水中猛兽 经典到至今还活跃在人们的视野里 本场勒高大师就是用万能的乐高 附近经典的电影场景 选手们可以随意选择一部电影 搭建出让人看一眼就能脱口而出片名的一幕 当胡子老哥拿出这只鲨鱼 直接就能猜到他们选择的是 斯皮尔伯格的经典惊悚片《大白鲨》 作为影迷吃人的大白鲨冲出海面 血盆大口满嘴尖牙的画面 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短短的十小时内两位胡子老哥 复刻出《大白鲨》中最经典的场景 四周蔚蓝的波纹围栏完美模拟了深海场景 在海面之下的领域也是充斥着鱼群和藻类的点缀 而在动态视觉的效果设置上 倾斜的翻船桅杆和鲨鱼迫害而出时 嘴边玻璃砖做的小水花都显得创意十足 镜头拉近 Oh my God 洁白的獠牙搭配上粉红色的口腔内力 这也太有感觉了吧 作为石油钻井平台的工人 蔚蓝大海的守护者 头巾收藏大师大胡子组 请允许我对你说一句牛逼 但真正牛的还有这个黑帽胡子小人 作为创作者的勇敢意志体现 他手持长矛准备与鲨鱼搏斗 为整个作品留下了独特的情感共鸣 下一期两个感人至深的经典爱情电影场景 一个在高楼一个在船上 你们猜猜都是啥 假如你拥有无限的乐高零件 去复刻一部最经典的电影场景 你会怎么选 热血少年组会告诉你 他们将选择复活金刚 对 那个在帝国大厦楼顶 为心爱女人打飞机的金刚 想法虽然无敌 但还得要兼顾自身的搭建能力 整个场景盘算下来 除了建筑熟悉些 星星和飞机 他们之前都没有做过 尤其是金刚的形态 作为作品的重心 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打磨 时间截止 让我们看看少年组的作品 为了俱进这部上映于1933年的 黑白荧幕作品 金刚采取了整体黑白灰 加透明玻璃砖的颜色处理 好处相关比例的问题 各处细节设置还是可圈可点的 雄顶和罗马住的帝国大厦 面部猙獰愤怒的金刚 以及复古的双层翼飞机 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电影里的场景 可是因为搭建主体结构 耗时太多的缘故 作品缺乏其他细节的点缀烘托 让整体感觉稍显脱离 影片中悲怆无力的氛围 没有得到表达 但黑白风格绝对算得上是点金之笔 评委也评价颇高 通常伟大爱情故事 都拥有着悲剧内核 为爱付出生命的 还有那个快乐的小李子 哦不 是Jack 字符小歌族选择了太太尼克号 为了着重表现出 两人的甜蜜场景 他们有取舍地 选择去掉整体船身的搭建 突出船头和背景 因为嫌疾人仔表现力不够 不能展现他们艺术家般的创作能力 他们亲自搭建了Rose和Jack 这 这是什么造型啊 这可能是小李子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且不说两人的脸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连相拥在一起 在风中晃动的两人 也是显得十分的鬼畜 主持人忍不住发出拷问 最后还是提及一下 作品的尺寸及比例问题了 如果按照人仔 为参照物 船起码要比现在大五十倍 万能的乐高 总是能复刻各种可能 让你不得不感叹 小装快的神奇 本期乐高大师 任务是复现经典的电影场景 上一期看过了金刚 太太尼克浩 这些经典迫害单身狗的画面 接下来 让我们走进 驱魔人的做法现场 这个场景出自电影 驱魔人 被鬼怪附身的女孩 被捆在了卧室的床上 一旁的牧师 正在为女孩举行驱魔仪式 整体略显零散的场景设置 看起来无序混乱 放大了人的紧张感 复习组这次只使用了一个动力源 来驱动两个运动装置 妙啊 来看看效果 一个是跑得飞快的牧师 本应是瞬间 被邪灵引断脖子的女孩 缓缓转动的头 向了八十岁的大爷 牧师也以己之力 像惊悚片 变成了喜剧片 要我说 牧师完全没有必要 做成动态的 也不一定要把人物的脸 做出来 直接做成无脸人的感觉 给观众更多恐怖的留白 或许他们的作品会精彩得多 最终评委也是觉得 作品本身感染力太弱 给出了一般的评价 在仅剩四组选手的局势下 这可能会让他们面临淘汰 来到了最终的评比阶段 评委认为表现最好的两组 分别是少年组和胡子组 创意十足的黑白金刚 无可挑递的大白纱 最后少年组赢得了比赛 而剩下两组则自动垫底 面临淘汰 自幅小哥虽然人无比例 和造型不尽人意 但完成度却比夫妻组好上不少 所以最后出局的是夫妻俩 唉 可惜了他们的想法 如果不想着炫技 花费大量时间去做运动系统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吧 下一期半决赛来临 这一季目前最壮观的建筑 即将出现 时间火车从史前时代 跨越至未来 四大实时场景一次上演 听见艺术俩子就头疼的发小组 他们这次准备玩点不一样的东西 沿着光露作画 就是用砖块的颜色 模拟被较亮的街景 搭出纽约街道上 情侣相互拥吻的画面 但发小组的思维 似乎也被画框禁锢住了 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过半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正逐渐偏题 3D艺术是要让乐高冲出画框 而他们的模型 都老老实实地呆在画框里 环顾其他组的作品 他们也稍微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画框上紧急补救了只小小的丘比特 纽约街边的灯光倾泻而下 洒在这对热恋中的情侣身上 画框上孤零零的丘比特 也没有给3D效果加分 于是他们和姐姐组一起 被列入了淘汰的队伍 危急关头 姐姐组反向奶了自己一口 如果不是发小组审提失误 很难想象这样的作品都会被淘汰 实在可惜啊 这块比家里就洗衣机 还能震的桌子 就是本期乐高大师的题目 选手们要在32x32的底板上 用乐高建造一座 能够承受不断增加震动等级的塔 而且高度最少要达到1.2米 人家别的组都是设计了各种机械组和减震的方案 长发老哥却拿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计划 直接用基础砖狂堆 打一个完全实心的乐高塔 这时候就有同学拍大腿了 这不就是最简单最坚固的方法吗 如果你也这么想 听听主持人算出的结果 而且要连续八个小时不停歇地按砖 评委认为他们不可能完成这个计划 在疯狂的连续按砖八个小时之后 他终于达到了1.2米 长发老哥带着比食堂阿姨还抖的双手 完成了这一撞举 这一下他们终于可以嘲讽评委了 不停对砖的过程中 长发老哥也没有忘记美学 将整座塔设计成丛林监狱的主题 急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他到底能扛住多少级的震动 这座上百斤的水仙塔 压得机器动弹不得 直到第四季时 机器才开始占上风 现在已经不知道是机器在破坏塔 还是塔在破坏机器 此时震动等级达到了最高的十级 这座纯砖塔打败了机器 虽然塔身还是出现了一些裂缝 但他们成功创造了抵抗满级震动的记录 下一期 极度柔软的纯机械塔 和长发老哥极度坚硬的纯砖塔 谁更胜一筹 看完这一集 我真的又重新建设了一次乐高的神奇之处 本期主题就是要搭建一个能扛住十级震动的乐高塔 本来以为前面长发老哥的纯砖塔已经很疯狂了 直到我看到了他们的塔 金发组不用基础砖 全部用机械组搭建 和上一期实行的塔完全相反 这是一座极度柔软的塔 他们的机械组墙会通过螺栓固定在底板上 整个塔甚至可以晃动扭曲 身为南半球唯一认证乐高大师的评委 都没见过这种一种设计 八小时的搭建时间结束 他们最后在塔顶放了一盒鲨鱼 想让一会震动的时候让鲨鱼洒落一地 这座百分百的乐高机械塔 到底能否吸收强力的震动 以柔克刚 第二集 它已经开始微微倾斜 三集 顶部的鲨鱼不断跳了出来 到五级时 哦不 鲨鱼盒子掉了下来 砸坏了塔的侧面 金发组最终的成绩是七级 直到比赛结束 他们塔的中心框架还屹立不倒 要是在完善下 说不定真的能干过长发组的纯砖塔 下一期 冠军作品来了 长发老哥真的要哭了 平面设计师是怎么用乐高搭出一张海报的 本期要搭出一个冲出画框的模型 机友组准备在画框中搭一张上世纪的3D电影海报 记得我第一部看的3D电影还是09年的阿凡达 作为平面设计师的黑发老哥也是第一次用乐高搭电影海报 他们要做的元素非常多 3D的标题字 怪兽 套装级别的飞机也达得毫不费力 还有这个主持人头上的眼镜 这种红蓝3D眼镜好多年没见过了 也算是时代的眼泪了 浓烈的色彩配上超大的字体 组成一副上世纪60年代的3D电影海报 画面中的怪兽正将飞出画框的飞机抓回来 这一期对于机友组来说没什么难度 可因为他们过于重视3D效果 反而削弱了他们的能力 艺术性没过得了评委这关 越是简单的题目搭起来就越难 姐姐组这边的计划是做一只巨型章鱼怪 挟持海盗船的场景 这不是加勒比海盗2的剧情吗 船长打阿罗伊 这一波啊 这波是相爱相杀 冲出画框的海盗船 被巨型章鱼卷住了船身 而海盗船的目标 藏着财宝的小岛就在不远处 他们的问题和上面的机友组一样 都是艺术性差了些 但机友组明显实力碾压 下一期画框搭建最终篇